では皆さん問題3に入りましょう 我們來進入問題3的 這樣的一個看一下 問題3呢 我們在世界上 沒有任何的選項 給到大家 完全要憑大家 對於我們這個 說話者這一段文字的 一個全盤性的理解 那麼問的問題 也是全盤性的提問 而不是裡面細節提問 好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題 一番 一番 大学で女の学生と男の学生が ある科目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す 先輩 去年世界の言語っていう科目 取ってましたよね どうでしたか うーん 話は専門的すぎて 二年生には難しいし 先生は厳しいしさ 発表やらレポートやら 次々あって あの時はちょっと後悔したね やっぱりそうなんですか そんな噂聞くんで どうしようか迷っちゃって まあ だけど あそこであれやっといたからこそ 三年生の専門的な授業に ついてけてるんだと思うんだよね へえ そうですか 結局 先に苦しむか 後に苦しむかだね この科目先に取っとけば 後々楽になると思うよ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考えてみます 男の学生はこの科目について どう言っていますか 1 難しいので選択しない方が良い 2 難しいが後で役に立つ 3 優しいが選択しない方が良い 4 優しいし後で役に立つ そうですね 好 这里呢 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课程的 叫做世界的语言 对吧 这门课的一个理解 好 那么问的是 对这门课的整个的评价了 肯定是整体 对不对 好 你看 这个课的里面的内容 很专业 对两年级的人来说 特别难 老师又很严 发表 还要写论文 又是接二连三 所以 那个时候我真有点后悔 太难了 是这样的吗 我听说是这样 所以我很为难 现在是不是要选他呢 但是 但是 あれやといたら やといたから やといた やっておいた的原因 对不对 といた就是 ておいた 做了这一件事 或者说 三年生の専門的きな授業について そうですね 三年生の専門的きな授業に ついて ケテル 就能够 ついていける 生きている 能够 跟上了 所以 是不是 是有好处的 对不对 所以他这里总结了 到底是先吃苦 还是后吃苦的问题 那么 如果选了这个的话 之后就变得轻松很多了 所以答案应该是哪个呢 是很难 但是 选了的话 之后就会轻松 是吧 所以这些关键词 都是给到我们 提示的 也就是说 难在前 还是难在后的问题 难在前的话 后面就会轻松 好 正解は2番ですね では2番 女の人と男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大きく見えた 大きく見えた 歩き方からして違ってたもん やっぱりプロの俳優ってすごいよね そうだね 監督も絶賛してるみたいで 次の作品にもぜひって言ってるんだって これからますます目が離せないね 2人は何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すか 1 舞台のストーリー 2 舞台の衣装 3 俳優の性格 4 俳優の演技力 好 好像是在讲表演 对不对 这里呢 有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ね 今話題に 山に生きて 这样的一个舞台剧 对不对 不呆 みだみだ 讲的是 Hayashi Jiro这个人 对不对 前面演过这样的一部作品 这次呢 完全是不同的感觉 好 我们来看他的描述 你看 之前演的是一个容易受伤的 忧伤的青年 对吧 这次呢 却是非常的怎么样 魁梧 表现得起来呢 衣服也是非常的 这个 非常的非常的 这个 能够衬托啊 这个主人的这样的 主人公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整个形体变得 看起来非常的伟暗 高大 是不是他的一个表演特别 是吧 而且你看 オドオドして 是上次的一个情况 是吧 就是紧张 非常害怕紧张的一个人物 对 这次连他走路的方式 都和一般不一样了呢 对吧 果然不同啊 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你看在讲都是讲他什么 走路的方法啊 对吧 容易受伤 表现出 オドオド的样子 这些都是在描述 这个主人公 这个演员 他的一个演技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 当然他提到导演也很怎么样 那是附带一句的 对不对 所以不是故事 也不是一章 也不是讲他的性格 而是演员力 讲的是他的表演 对吧 正解は四番です 好 では三番です 三番 大学の食堂で 大学一緒にいると顔が似てくる 男の学生はペットと飼い主の外見について どのように考えていますか 好 那么 讲的是双方之间的关系 是吧 まずはペットの顔 然后呢 是飼い主の顔 那么 宠物的脸和 饲养宠物的主人的脸 那么好像他们说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报道啊 说长得很像啊 或者怎么样 对不对 偶然とは思えない 確率で当たるんだって 那么 就是选择了 哪一张是主人的 匹配那个 宠物的 是吧 做一个组合 それ僕も知ってる ペットも長く一緒にいると 顔が似てくるという人もいるけど 僕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うんだ 所以这里你看 把他的观点说明了 我不这么认为的 不是说 和宠物带的时间久了 就会接近 就会像了 那么 ペットの顔が変わったのか 飼い主の顔が変わったのか 分からないよね 不是脸变了 你看 男的最后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その時点で 飼い始めた時 就是这个地点 对吧 在刚开始饲养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飼い主の選択が働いているわけだからさ 这是我的观点 在刚饲养的时候 买他的手 或者养他的手 主人就会进行选择 和自己性格相匹配的 比较自己喜欢的 这个长相 有演员的 等等 所以 是最初 而不是后面变得相似 是最初 所以 最初是个关键词 那么 关键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你看 一个是最初 还有一个是选择 是吧 这两个关键词 我选一个和我相 不是后面变相的 所以 人は自分に似たペットを 選んで 買う 那么 应该选的是 四番でしたよ 好 我们应该选的是 第四个选项 そうですね 所以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 抓住一些关键词 是吧 在这里 起到一定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考点 好 では 第四题 四番 テレビのニュースで アナウンサーが 話しています 少子化が進み 一家族当たりの 子供の数が減ると 家計に占める 教育費の割合も 下がると思われますが そうとも言えないようです 教育研究所の 調査結果によると 家計に占める 教育費の割合は ここ数年 右肩上がりの 状況が続いています 中でも 特に増加率が 高いものは 小さい子供 特に 幼児にかける 教育費です これは 小さい頃から 子供に 習い事をさせる 家庭が増えている ことが 背景にあるようです 習い事の中でも 特に人気なのは 水泳 英語 音楽などで 月々払う 月謝も 増加傾向にあります それに加えて 有名私立小学校を 受験する子供の数が 年々増え続けていることも 一因となっているようです アナウンサーは 何について 話していますか 1 少子化による 教育費の減少 2 家計に占める 幼児の教育費の増加 3 人気のある幼児の 習い事 4 有名私立小学校の 人気の高さ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的話 小時間が進み 現在日本社会的一個 孩子数量減少的狀態 那么 很容易給人 聯想到 孩子数量少了 那 在孩子身上 花的教育費的比例 是不是也是3ある呢 被這麼認為 可是 你看 不這麼認為 对吧 不能這麼說 這是作者的觀点 就是 孩子数量減少 但是在孩子身上 产生的教育費用 并没有随之減少 好 不如说是增加的 你看 這裡有一個詞叫做 明依卡丹瓦里 这个詞的话 是指 乘左向右 持续攀升的 这样的一个状態 特别是 增加高的是什么 小孩 还有幼儿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費用 是吧 那么会 教他们学一些事情 比如说 怎么样的一些呢 像游泳啊 英语啊 还有音乐等等 每个月花的钱 是不少的 给瞎 又来了这个词 对吧 就是每个月花的学费了 那么 与此相对应的话呢 就是有一些 你看 有名的私立小学 在入学的时候 也需要考核学生的一些特长 也成为 在这方面 花教育费的原因啊 所以 annonser 这个播报员 播音员 再说什么呢 肯定是 费用增加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不是减少 根本没有减少 也没有介绍这些 Narai ngoto 不是重点 三小学 也没有再介绍他 再介绍教育费的增加 其实是 现在的现状 和少子化 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事实 家庭に占める 幼児の教育費の增加 は正しい正解です 正しい答えです 正解は2番です はい では皆さん 5番に入りましょう 5番 テレビで男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日本は四方を海に囲まれていることから 動物性タンパク質の摂取を魚に頼ってきました ところが食の欧米化とともに 最近は年々消費量が減ってきています そこで水産加工業に携わる人々は もっと魚を食べ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思いで 様々な提案をしています その試みの一つが ファストフードならぬ ファストフィッシュです このような商品は今海外にも輸出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男の人は主に何について話していますか 1 日本と外国の魚の食べ方の比較 2 魚の消費量が減った理由 3 魚の伝統的な調理方法 4 魚の消費量を増やす工夫 好 那么这道题 听了最多的一个关键词呢 就是魚 魚 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你看 所有動物的蛋白質都是依靠魚 因为被大海包围 日本 对吧 但是 最近的几年呢 魚的消費量在減少 因为饮食的习惯 开始欧美化 那就吃肉了 对不对 那么 这个词 タズサワール 从事什么重要的工作 タズサワール 从事水产加工业的人们呢 就想 是不是应该 让人们更多的去吃魚呢 于是呢 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 其中有一个尝试就是 ファストフードではなく 不是快餐 是 ファストフィッシュ 快餐鱼 什么意思 事先把骨头和皮 给去除的一些鱼 和蔬菜一起加热 在链子里面加热 然后呢 烹饪 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是罐头 对吧 快餐 那么或者是一个 像这个鱼肉汉堡一样的 像这样的商品 现在开始被输出海外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鱼肉被渐渐 这个淡化的 日本性来饮食习惯 更偏重 欧美化的状态下呢 怎么样把鱼肉 再成为人们主要的 这个食品的 那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应该是哪个 是这段话的主题呢 肯定是 能够增加鱼的消费量的一些 花的一些功夫 下的一些苦工吧 对吧 三个调理方法是不对的 余消费量介绍的理由 那么和我们 最后所讲的这一段 例子 他对吧 为了证明的一个例子 他可能不是很贴切 好 那么正解は四番です 好 それから六番ですね 六番 テレビでアナウンサーが話しています 最近は郊外に進出している大型スーパーの影響で 昔からある商店街は買い物客が減り 経営が苦しいところが増えています このような状況の中 緑町の商店街では ユニークな試みを始めました 今月から 緑町商店街が 緑マネーという この町の商店でだけ使える お金の制度を作りました これは 例えば お年寄りが子供たちに昔話を聞かせるとか 公園の清掃をするといった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するともらえます 町の人は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で 緑マネーをもらうことができ 緑マネーが使える商店街の店では 客を呼び込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今後 この緑マネーが普及し お客が増えることを 地元では期待しています アナウンサーの話のテーマは何ですか 1 大型スーパーの進出 2 子供のボランティア活動 3 商店街に客を呼ぶ取り組み 4 緑マネーの課題 そうですよね 独特的嘗試 ユニークな心 比如说 公園のセイソーするといった 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をするともらえます 作了一些志願者活動 作了一些義務工作 我们就发一些代金券 那么这个城市的人们 一方面积极参加ボランティア活動 另一方面通過拿到ミドリマネー的话 就去怎么样 这个ミドリー的商店街进行消费了 是不是把客人都吸引过来了呢 对吧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来龙区脉 所以这一段话的主题 讲的是什么呢 第一 大型超市的进入 第二 孩子们的志愿者活动 第三 我们取組是不是努力啊 在吸引客人到这个商店街的一些努力工作 这个取組就很像前面的工夫 对吧 还有来研究一下这个代金券 那肯定不对 是吧 代金券只是一个方法 那么主题的话还是什么 把客人吸引过来的一些方式 花了一些功夫 是吧 做的一些努力 应该正解は三番です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整个这一部分 讲解